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随着杜华年完美收惯 除了男女主角张灵赫 赵金麦再度圈粉一波 同时连带捧红其他几名主演 几人的代播剧也备受关注 今天 君君整理了杜华年主演们的下部代播剧 赵金麦回归擅长的悬疑剧 而张灵赫终于要主演现偶剧 一生造型甚至率上热搜 一起来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吧 杜华年主演们的下部代播剧 一 张灵赫 四海重鸣 张灵赫目前手上有两部代播剧 其中已经拍摄完毕的古装剧《四海重鸣》 谣传将在八月开播 他在剧中饰演男主角姬阳 原本是仙界帝君却遭人陷害 失去权力 落难后隐藏身份来到人间 等待报仇血恨的时机 这次与他搭档的女星是以大唐荣耀 私藤等大热作品奠定演员地位的景田 这样出人意料的组合带来了新鲜感 不少网友笑说终于不用再看同一批演员 换成恋爱了 《四海重鸣》 剧情讲述最新于仲田的少女南岩 为了救母亲踏入仙徒 成为绝命独一 还遇见了隐瞒身份的落难帝君姬阳 期间两人意外种下了地界姻缘的灵溪印 至此结下缘分 两人在南岩追查母亲的真相时 不慎被卷入仙界巨大的阴谋中 这部也很多人期待 还在拍时 随便一个路透都被赞超有氛围感 东华年主演们的下部代播剧 二 张灵赫 爱你 张灵赫终于要回归线游剧了 他上次主演线游剧已经是2021年 和邓恩西的《我和我的时光少年》 2022年凭借《苍蓝爵》爆红声咖后 他一直待在古装剧组 前后主演了六部古装剧 全没有一部现代偶像剧 粉丝哭哭敲碗许久 终于等到了这一次的回归 这次他将和徐若涵领先主演都市爱情剧《爱你》 化身为头脑聪慧的帅气中医师何苏叶 拍摄期间有不少路透照流出 而张灵赫的每一套现代造型都在刷新帅度 无论时宜是白袍 白衬衫 甚至是休闲的大学冒梯 他都能轻松驾驭 不但衬托他190公分的优越身高 还自带一股成熟 却又不识少年感的气质 网友们纷纷表示张灵赫在《爱你的装造》 远胜同期拍摄的《白净庭男红》 陈仙旭消气轻嚷 被外界看好有望成为大爆的线偶剧 《爱你》这个月才刚宣布杀青 不过张灵赫具备神奇的台剧体制 只要是他主演的电视剧杀青没多久后 就会过审拍播 不但会有作品被压着播不了 相信很快就可以和何医生见面啦 杜华年主演们的下部代部剧 三 赵金脉 《漂白》 女主角赵金脉在杜华年杀青后 选择脱掉公主华服 马上进组赶拍悬疑行真题材的新戏《漂白》 同性出身 现年21岁的赵金脉 并非第一次主演悬疑剧 过去他曾凭借烧脑神作 开端爆红 展现了稳定细腻的演技 这次他将再度回归悬疑剧 化身坚毅女警 让外界非常期待 《漂白》以一桩十年前残绝人寰的分尸案为切入点 《圣经百战》的刑警队长彭兆林 曾与凶手擦肩而过 却没有将她绳之以法 怎料一错过就是十年 让她自责不已 赵金脉在剧里饰演女主角 珍珍 她曾是死里逃生的受害者 为了战胜星魔 下定决心要成为女警 和彭兆林一起展开漫长的追凶之路 该剧目前已经在今年四月杀庆 相信很快就会和观众见面了 杜华年专门的下部带播剧 四 陈赫一 一笑随歌 让大家气得牙痒痒的男二陈赫一 有两部带播剧 其中才刚宣布开机的一笑随歌 原名为《冠心记》 由陈哲远李庆主演 而陈赫一将再度扛下戏份很重的男二角色 从目前一笑随歌流出的路透照 可以看见她身穿黑色铠甲 和女主角李庆并肩作战 俨然就是一名威风凛凛的少年将军狼 与在动画年温文尔雅的文青扮相截然不同 动画年专门的下部带播剧 五 陈赫一 五福灵门 陈赫一的另一部带播剧 五福灵门同样是古装题材 这部剧是由于正制作的新群像剧 主要讲述单亲母亲 丽娘子带着五位漂亮女儿 寻找良缘的故事 因此剧中将出现五对CP 主CP是王兴月和陆毅小 而陈赫一是演的杜养希一角 将和女星刘仙宁饰演的大女儿 华寿 共组官配CP 而且还是在古装剧里罕见的姐弟脸 陈赫一和刘仙宁的颜值双双在线 虽然并非主演 但两人站在一起 的确非常有CP感 从释出的定装影片 能够看见陈赫一跪地 背后抱刘仙宁 像露水小狗一样楚楚可怜 对妻子撒娇说 我不要做那种冷冰冰的丈夫 我要你亲亲我 看来陈赫一不再是爱而不得的苦情难二 这次也能收获甜甜爱情了 杜华年主演们的下播代播剧 六 刘旭威贵女 在杜华年中饰演太子李川的刘旭威 即将迎来新作品 她将继续延续古装扮相 在陈杜林和星云主演的复仇宅斗剧贵女中 饰演女主角的四弟 庄与池 贵女改编自千山查克的小说 重生之贵女男球 与前阵子的热播夯剧 莫云坚是同一作者 从最新释出的预告来看 无论是画面 装造还是滤镜 都达到了超高质感 这部是明志峰 在录剧里还不多见呢 甚至被拳网上赞 终于有剧拍出比路透好看的了 有望成为下一部爆款剧 都还年主演们的下播代播剧 七 贺秋 榜上加续 贺秋是年仅二十岁的 信任女演员 在杜华年饰演不愿入宫为妃 却无以高强 赤胆忠心的女将军 秦珍珍 和太子李川 组成向往自由的官配CP 由于她长相清秀 水灵 特别适合古装扮相 因此引起不小的关注 她将在下一部代播剧 榜上加续里 饰演主要配角 苏唐黎 这部榜上加续 由卢裕小 搭档王子柒 由于该剧才刚开机 目前尚未可知 她的立场和角色细节 就让我们静待贺秋 以漂亮的古装造型回归吧 杜华年 主演们的下部代播剧 八 一大千 紫叶龟 在杜华年里 饰演男二亲哥哥 苏荣华的一大千 一直都是各大电视剧的 最佳绿叶 不论是在现代剧 还是古装剧 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接下来 一大千手里 有两部代播剧 其中一部是由 徐凯 田锡薇 主演的 智怪传说古装剧 紫叶龟 她将在剧里 化身为百无一用的 文艺青年 梅四 紫叶龟 目前已经杀青 一大千已在微博分享 和男女主 徐凯 田锡薇的 搞怪合照 从照片可以看出 演员之间感情很好 剧组相处融洽 似乎能够感受到 紫叶龟 想呈现的 搞笑喜剧氛围 动画年 主演们的下部代播剧 九 一大千 吃饭跑步和恋爱 一大千的第二部代播剧 吃饭跑步和恋爱 终于脱下古装 回归现代装办了 吃饭跑步和恋爱 由陈飞宇 庄达飞领先主演 主要讲述 在毕业之际 相恋的情侣 因为现实因素 被迫无奈分开 十年后 两人在相逢的故事 由于吃饭跑步和恋爱 才刚宣布开机不久 一大千 饰演的角色 冯胜 是什么样的人 目前尚未可知 但从官方更新的 首批预告照里 可以看见他换上了 休闲白T恤 运动外套 及帅气的灰色西装 看来一大千 在新剧里 将会以百变造型亮相 好了 看完以上 动画年志愿们的下部代播剧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快乐评论区留言吧